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什么168断食法 168断食法的执行形式就是在一天24小时内 只有8小时在进食,其余16小时禁食 只可以摄取一些没有热量的饮料 比如说水、茶、黑咖啡等等 透过这种轻度断食的方法 导致血糖和胰岛素的分泌下降 令人体继续分解脂肪 亦都会增加每日身体燃烧脂肪的时间 可以降低胆固上和体重,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其实除了可以减脂之外 168断食法还可以令你的精神状态更好 令你看起来更年轻,连延益瘦 断食法会令身体启动细胞自制作用 细胞自制作用是一个细胞自行分解和回收的过程 可以有效地令身体排毒、抗老化和降低身体的发炎反应 在201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大宇良典 亦都证实了细胞自制作用的分子机制和生理作用 168断食法不算是一种比较高阶的断食方法 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尝试 不过,发育中的青少年、儿童和怀孕 又或者暴雨的妈妈都不建议进行断食法 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营养和热量来成长和进行发育 另外,胃功能不好和饮食失调的患者 都因为首要条件是要恢复正常饮食和胃功能 而应该要避免长时间空腹 高血糖又或者糖尿病患者 就会因为容易匀和血糖低而需要严格控制血糖水平 如果是要进行断食的话都要格外注意 要遵从医生的指示 其实,在8个小时的进食期间 我们不用刻意地降低自己的食物摄取量 只要将摄取食物的时间缩短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 要记得,我们要进行的是断食,而不是要折食 但是,这样都不代表我们可以暴饮暴食 进食期间暴饮暴食都会影响我们断食的效果 如果是想要令断食的效果来得更加有效 建议可以进行低糖饮食,减少淀粉质的摄取 建议每餐摄取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一份全菊类 为持营养均衡 如果容易感到饥饿 也可以提高餐点的油脂含量 比如适当地加入橄榄油去调味 增加餐点的油脂含量 可以延长食物在胃部的消化时间 也可以暂缓饥饿感的纹身 如果是身体状况许可,甚至可以搭配身同饮食 将脂肪主义成身体的能量来源 关于执行新同饮食的有关资讯 我们之后会出一条影片去详细解释 想要健康有效地进行一六八段食法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事项需要注意 第一,就是进行断食法期间 需要维持固定的进食三餐的习惯 很多人都会觉得,进行一六八段食法非常简单 不是不吃早餐就可以了吗? 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一个行为 不吃早餐的话,煮其实非常多 包括有增加身体发炎 导致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等等 还会减压深层代謝 令人更容易情绪波动和感受到疲倦 更会令皮肤变差和导致脱发的问题 换言之,进行一六八段食法期间 仍要维持固定的三餐 甚至可以进行小吃多餐 食四至五餐都没问题 第二,就是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会稳定我们的情绪和食欲 亦都会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稳定我们的血糖水平 如果我们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不单会令我们减脂的进度不理想 亦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来合成肌肉 导致肌肉量减少 问题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肌小症 导致手脚无力、生活分质下降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 包括牛奶、酒磊、鱼肉和鸡蛋等等 第三,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短食进行期间 不少人都会出现疲劳、头痛等等脱水的迹象 所以要注意多些补充水分去避免身体的不适 同时,饮水对减脂都相当有帮助 对维持我们身体的新层代謝率非常重要 亦都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吃饭前喝一杯水更加可以降低我们的食欲 防止我们出现食太多的情况 一路八段食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长期执行 亦都相对比较容易执行 而且不会影响我们种热量的摄取 亦都不像新同饮食一样有比较多的副作用 看一种相对温和的饮食法 亦都由于一路八段食法不是一种极端的饮食形态 它并没有很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以至日后减肥成功復活的机会率亦都不高 其实想要减肥成功 最重要的都是坚持,还要助言起行 快点去试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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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